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传承千年的尊贵 天赐牦牛奶 高原之宝 杀吉道舟 索扎 财望罗布 达桑加措 分别收获满分助力值 高一磊 探复本轮 在今天的唱演中 五位明星导师将带领各队上演终极舞台秀 本轮将由一百位藏风少年助力团给出助力值 综合上场个人助力值 总助力值最高的团队 成为本期最具藏风力团队 终极巡演即将揭晓 本期藏风美少年终极公演之 《誓反射明星》现在开始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继续回到四川卫视藏风美少年 至此我们五个藏风力少年已经进行了个人的唱演部分 有四位少年给自己的战队赢得了满灯助力值一百 不过我们的彩蛋多杰战队暂时落后是助力值七十 不过没有关系 这只是第一轮的唱演部分 在稍后我们的嘉宾邦邦唱的明星导师将会加入到战队当中 期待着我们的彩蛋多杰战队可以继续加油 是的 这里是四川卫视藏风美少年之赤胆少年心 那么接下来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导师邦邦唱的环节了 那我们的五支队伍将分别和五位明星导师来一起完成这个环节 是的 稍后即将加入到邦邦唱共同给大家带来精彩藏风唱演的是 导师金志文 导师龚琳娜 导师普波甲 导师阿朵 以及导师韩磊老师 我们真的是相当相当地期待了 那接下来我们也会邀请现场的 一百位藏风美少年的助力团 来为他们助力 总助力值是一百 是的 提醒大家 我们的规则是 在这一轮的公演当中 给我们所有的战队来助力的 就只有我们现场一百位 藏风少年助力团 你们每亮一灯代表为他们的助力和点赞 期待我们的少年 期待我们的战队能有精彩的表现 藏风起少年强 赤胆少年新知 导师邦邦唱 现在开始 是 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 达桑加措战队 他将和我们的导师 帮帮唱嘉宾阿朵 为我们共同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 世间没有一无所有的人 各性投金是达桑加措队的博尔标志 他们无谓挑战 他们一路向前 队长达桑加措 新生代的宝藏少年 康平多吉 韩旭内敛的魅力少年 巴尔诈 擅长说唱的学院派少年 周嘉尔 不惧未知炫耀舞台的勇敢少年 四人顿珠 鬼马精灵的学霸少年 文昌泰 唱响高原的山歌少年 尼玛刺伦 坦荡无畏 不断发现新自己的前行少年 共秋祖 最具穿透力嗓音的质朴少年 藏风起 圆花开 《少年来》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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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 因为真的是这个 前面有飞机又晚点 然后又直播 没关系老师 老师那您是什么时候一起过来跟我们演出 我们应该很快就会见面了 很期待 很期待老师我们很期待 就每天都在等什么时候能见到你 我们应该就是这两天就要见面了 但是我就想要知道你们有没有练歌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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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上午早上开始就在听歌练歌 然后我们其实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关于您这首歌您的一个创作背景 嗯 好 其实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我的作品 嗯 我因为一二年的时候是离开了歌坛 嗯 我去到了很多的少数民族地区去学习非遗传承的音乐舞蹈和文化艺术 虽然我过去是完全做流行音乐的在一二年之前就是完全是做流行音乐呀舞曲 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是想要去把我们少数民族和非遗 文化的一些传承让它变得很酷很燃 变得其实它可以像流行音乐一样被大众去喜欢去更好的去传播 嗯 太厉害了 在老师您的这个作品中间我们也加一些我们藏族的民间的一些元素或者藏族的一些就是藏族独特的东西进去 当然可以 加入你们想要表达的我们可以跟音乐总监我们一起商量 哎你们加入你们怎么加入我怎么加入我们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配搭 对老师我们就是觉得像刚才您的在歌里想表达的一些这些东西我觉得不管是用藏语还是用其他民族或者是用任何的语言唱出来它的能量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想传递跟表达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没错因为其实只要是它的精神内核在它所流露出来的动机和情感只要是真诚的它其实都是可以抓人的 好的那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非常期待我们会到时候会准备好然后让您看到了对准备了一些我们自己的东西 好的好的那就这样哦你们要注意休息哦那我们到时候见 我觉得阿多老师非常的好看然后也给我们表达了他为什么要写这首歌是在哪里写的这首歌都有给我们讲 我觉得阿多老师是一个身上特别有仙气的那种人因为之前看他其他的作品他的一些现场表演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身上有一些那种空灵啊还有一些这种就所谓的仙气吧 对感觉是那种比较高冷的人对 昨天跟阿多老师的联系老师之后大家回去休息一下吧你们对那个歌人你想说的吗 德鲁先说吧 我先说那我就是我们就来了 这个歌呀他有点东西是吧 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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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说这个歌的话 有点像那种 像戏一样 让我想到那个什么遗族的那个磨心 磨干 磨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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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那种 然后歌曲的第二天我就出差了 然后我是今天才回来 遇到的困难是因为我们八个人都没有舞蹈基础 所以可能跟阿多老师配合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跳藏舞 因为我们一开始也选择了融入藏舞这种元素嘛 还有就是我跟那儿回去听完这个歌做我在心 咱们要不要加一些乐器 我觉得你不是会提醒你可以加笔子 因为前面我们的结果也 开始过来 欧宇也能加一些首歌 对他的他的首歌很吵 不是这个不用怕 因为每个人他自己的特长包吵出来之后只会 这首歌来天才跟天天才 没错 应该真的有趣 不可能 啊 你要不要加一些说什么 我觉得我的首相其实比较很佳 但是我觉得这次最好的就是 能够唱歌 能够在一起唱歌 每个人都能唱 但自己想唱 但是我觉得大家最后一次跟我唱 能够在一起唱到八个人 对 对 其实我觉得克里斯大首唱 阿多老师已经把这首歌 就是放了一条龙在这儿了 你可能 可能加了一点说唱特别 就是放了眼睛 其实那天阿多老师也说了 他说你跟阿多老师也说了 对 因为我有看过阿多老师的音乐作品 也看过阿多老师的一些综艺作品 所以阿多老师在我印象中是一个 非常会照顾人的一个大姐姐的感觉 因为阿多老师也是少说的 对 他有他自己的那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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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有可能葬子都是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对 所以 我觉得跟我们合一下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景象 不一样的动画 我觉得咱们的舞蹈也比较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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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能在舞蹈上比较吃力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大量的练习 大量的抠一些动作 虽然可能到时候完成度可能没有专业的舞者那么高 但是我们也会努力的去完成我们的舞蹈 这次的话就人比较多排练起来就可能会有点慢 嗯 这次 舞蹈部分多了一点 半个的歌 你唱的话其实没有什么我自己是练歌的嘛 然后就是我们唱的时候大概就是第八度 第八度就是男生的调可以这样唱 然后可能阿多老师唱的时候就也可以用假声可以唱 不只是我一个人我们团队的所有人都非常期待和阿多老师的这一次合作 然后跟他去配合演绎出来可能会有一种新的感觉 我们也是非常的激动跟期待 我相信这次我们的完成度可能会很高 但是分数的话我觉得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只要完成好这个作品 演练好每一次登台机会 这一次还是尽力而为 不给这个阿多老师拖后腿吧 然后我们自己在舞蹈上面也会更加用心地去排 老师拖后腿 老师拖后腿 拖后 こ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记得那年我们对着喝的许下心愿 哪怕一样开那么再也不分开 合理而多 磕水清不清 浪夺皆而多 可心成无愁 亲爱的人啊 别常忘不说话 这世界没有 你无所有的人啊 你拥有着善良 勇气和坚强 还有缘柔 和珍重的善良 这些都给我 你可否 愿意啊 生下的话既然说到一半 不要留遗憾 也不怕麻烦 一旦变得习惯 生下只不过是那些多余的陪伴 嗯 过于面格话语 我也想让自己听错 他们可以理解 安慰偷偷在于星座 结果几次磨难 再也不会欣赏若破 好 亲爱的人啊 别沉默不说谎 这世间没有 你无所有的人啊 悠悠着善良 勇气和坚强 还有那无忧 这些都给我 你可否 天上星星朵 可都明不明 地上石头朵 可都拼不拼 和你一耳朵 可谁情不弃 让多吉利多 可星辰不成 还记得那年 我们飞着河灯许下星月 哪怕一亚黑 我们再也不分开 和你一耳朵 可谁情不弃 让多吉利多 那可星辰不成 亲爱的人啊 别沉默不说谎 这世间没有 一无所有的人啊 一无所有的人啊 你拥有着善良 勇气和坚强 还有那温柔 那温柔 这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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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温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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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吱风美少女 为何要有掌声 送给我们的 造峰美少女阿董 谢谢 阿董老师 和达桑加错队 同台演出 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吧 对 对 什么样的感受呢 和他们在一起 其实下午我们在排练的时候 我还挺担心的 因为其实组合在一起 要有很多的磨合 那么又要把每一个人的特质 显出来 然后又要同心合一 所以这是很难的 但是刚才我在看到每一位 我觉得就短短的 几个小时的时间 就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他们有很多很多的空间 可以发展 那我们也想问问少年们 你们跟朵尔姐合作怎么样 开不开心啊 开心 有怎样的感受 来派个代表说一说 来吧 来吧 好 其实我们一开始 其实当时选完这首歌 知道跟阿多老师合作之后 然后我们其实私底下 其实会有一点担心 因为怕阿多老师可能 会可能是比较严格的那种姐姐 就是可能会对我们要求 特别特别高 但是我们就是觉得 怕阿多老师不好接触 然后我们还在想办法说 怎么让阿多老师 跟阿多老师讲笑话 但是结果阿多老师来的那天 完全就跟一个大姐姐一样 就是林家的那种 所以我们感觉反而特别开心 阿多老师 而且最特别佩服阿多老师 能在台上即兴地去 立马跟我们说 怎么怎么怎么配合 就一下子特别快 然后又完成了这个演出 所以我觉得我们几个人 其实能此时此刻站在这里 跟阿多老师完成他的 去演绎他的这样的作品 然后能演绎的 不知道阿多老师满不满意 但是我们觉得没有遗憾 真的我们把所有的一切 都挥洒在了这个舞台上 那接下来多姐 请用你的方式来给非常努力的 他们这支战队拉拉票 好不好 希望大家能看到他们的诚心 他们的真心 他们热爱这份音乐的热心 所以请你们支持他们 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 就是青春无悔 我在他们的身上看到了 就是朴实 所以就是我们好好的爱我们的每一天 希望你们能够爱他们现场的每一个 谢谢你们 谢谢 谢谢阿多老师 小姐,请稍微休息一下 谢谢 看了刚才的这段表演 也是第一个我们的明星嘉宾导师帮帮唱 你们怎么看 我瞬间的认为音乐真的实在是太美好 就是他们把这个就是朵姐的这首歌 整个的再加上达桑加错队刚刚的演绎 就是男欢女爱的那种小情感 然后体现得淋淋尽致 我就感觉音乐真的是实在是太美好 所以我刚刚的 完全是在投入的状态当中去看 这整个的表演 我感觉非常的美好 谢谢 来,朵桑姐 我觉得阿多在那个舞台上真的是太美了 在我边上的时候她其实很美 没想到在那个中间的时候更加美丽 然后志文说得对 因为这个音乐非常神奇 一个藏组的音乐 一帮藏组的歌手 然后跟土家族的姑娘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表现这么完美的一个秀 我就是非常非常棒 所以就是 你直接告诉我有多少分吧 我全投了 来,黄英老师 就是好啊 这个时代就是你们的 这样的一个音乐结构 音乐融合啊 融合的特别的这个天一无缝 很自然 你表演也是特别有这个 你们这个时代这种朝气 这种真挚的情感 真的一切的美好 都能够在你们这首歌 和你们这个整个肢体语言啊 给我们的视觉效果上 全部能感受到点赞 好,谢谢老师们的点赞 不过这一轮各位老师呢 没有点赞助力的权利 我们将把助力权 交给我们现场一百位 藏风少年助力团 支持他们的话 就请用亮灯的方式 为他们助力吧 3 2 1 点赞助力通道开启 5 4 3 2 1 助力通道完毕 好 好,谢谢 让我们再次谢谢 答声加入作战队 谢谢 谢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助力值 答声加入作战队 答声加入作战队 给出的助力值是 86 所以他们的总助力值是 186 祝贺你们 非常不错的成绩 祝贺你们 祝贺 好,先去候场区休息一下 谢谢 接下来有请 不认识 才望罗部队上场 猪猪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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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望罗布队 他们自小与牦牛为伍 与骏马为伴 他们出于自然而任天然雕士 财望罗布 魔音少年清澈如你 丹明杰 不被狭隘定义的梦想少年 则八甲 心中有火 眼中有光 齿乐泥马 天为目 地为台 梦随舞动 彩白 外表俊朗 却谦虚有礼 登巴扎戏 纵情挥舞 不负梦 不负极 才让道极 全能高燃 责任担当 洛宋丁真 穿越迷茫 任我来秀 愿少年翩翩而来 融化你所有的烦恼 现在怎么弄这个可以用南架 但是谁这个歌的旋律比较熟弦 但是 我觉得我一样 这个歌的旋律比较熟弦 我 我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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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I see, you don't 这个分贝怎么分贝 这老师他唱一段 然后我们把那个和声就一唱 这我们就要唱和声啊 这个东西 对 但就唱和声一段来看 对 但就唱和声一段来看 对 我们以前上那个民间民族史的时候 呼尼拉老师就是我们有开了一节课 专门来讲他 就讲他在戏曲上面的成就 还有他将戏曲和现代的融合 是中国国家队的队员 就是我们追逐的目标 大家好 大家好 你知道吗 刚才那个幕后 我一进来就问说 是吗 你去跟我合作 然后他就说你踩了 我说是踩了 我踩了 我踩了 不然我一想他喜欢上台 然后你肯定也喜欢上台 然后你们踩了 我也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唱的就是藏风唱歌 对 我们练这歌的时候 感觉有什么难的 有点难 老师先坐吧 老师先坐 先坐 好 唱这个歌的时候有什么 就是拿这个歌 这次跟少年们唱的藏风坦特是由我的三首原创作品 第一首是坦特 第二首是六周歌头少年侠气 是一个宋代的诗词 第三首是屈原的离骚里面的路漫漫齐修远西 如江上下而求索 上下求索 是由这三首歌来组成的 在这一首歌 我覺得我自己有點拉手吧 比起前面那些歌 當我知道要唱《忐忑》的時候 我就特別忐忑了 真的 特別忐忑 林沙琴 交接孤獨秀 乾淨 乾淨 走 毛發送 地盤中 對這些詩詞我是不熟悉的 然後也沒有學過 今天就郭寧娜老師 又叫我們唱歌 又叫那些詩詞 就是這些是不瞭解的 路漫漫幾地修緣心 呼叫上下而求索 我一唱 他們馬上就能模仿到 而且聲音都落在丹田上 所以已經給他們 省略了練氣的這個過程 他們的模仿能力非常強 林沙琴老師 他的歌詞都是有意思的 並不是為了 單單地就是為了唱歌而唱歌 他更多的是想表達一種 自己內心的那種想法 然後傳遞給觀眾 這就是我們現在 就是為了單純地唱歌而唱歌 所沒有的 就是我想就像他一樣 把自己的想法能夠傳遞出去 自己的那種內心的感言 用以歌的形式 以音樂的形式 給大家散發出去 因為我們剛剛把唱歌完成了 我們就要上舞台 再去拍整理的動作和調步 所以每個人拿出你們的氣勢 那我是期待 跟你們一起在舞台上 我們就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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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第一次演这种情景剧的感觉还要对唱一下 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挑战 期待能有个好的表现吧 然后期待我们的队友都可以把自己发挥到极致 我们来了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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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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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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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枿